瑶儿 我一定会成为武道强者 守护你一生一世 瑶儿也愿意 永远陪伴陆明哥哥 瑶儿 我这是怎么了 瑶儿 你推我走是吗 陆明哥哥 知道你的血脉 为何迟迟没有觉醒吗 这三年 我为你喝下肚子 可不是什么疏通 静脉的血舌兰花酒 而是沾有盐罗花粉的足酒 瑶儿 瑶儿 我会对你这些 你为什么要这么怼我 我要你的痴心有个屁用 一个静脉闭塞体弱多病的肺 也像燃脂本小姐 我有那玄渊剑派的 绝世天才端木鱼 才有资格成为我的妇婿 瑶儿 爹 叔父 瑶儿 何必跟这个冰样子多废口舌 你赶紧动手吧 你别怪我特国叔父的不讲情面 要管 就管你和你父亲 拥有同样的血脉 只要遇到了你的血脉 瑶儿 你才可能变成绝底的天才 以后才可能 与端木鱼年龄 瑶儿 赶紧动手吧 我变到你的血脉 我就可以觉醒天后 成为真正的强者 是吧 你当手了 后别了 后一个 天天不死死 虚蛰 成为真正的强者 成为真正的强者 这是哪儿 我怎么没死 难道 我吃几块预配 天天不死死 虚蛰 成为真正的强者 这是哪儿 赤酸神殿 赤酸神殿 你厉害 过多血血血 已终于遇到了 成为了赤酸神殿 你能够成就无耻 天才应该告换了 没想到我父亲留给我的真正的强者 既有一座赤酸神殿 是我的精血唤醒了它 是我的血脉 一些人有复苏的迹象 这赤酸神殿第一层内 竟有三个宝盒 什么 这居然是洗髓完 这可是令人脱胎换我的秘宝 有了它 我的体质 和经脉堵塞的问题 都能迎刃而解 龙蛇过法 竟然是虚居 虚居 与未经燃 流铣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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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战 既獣了四个弹剑 都将成绩最为上阵 的功法 也不过是王姐而言 没想到这个墓盒里竟然有三本玄疾功法 这个包盒里又是什么 战龙真诀 战龙真诀第一层 战龙之威 神力无双 练之道成横扫天下 这居然是本神级功法 这神级的功法 可是比天级还要强横的存在 这个世界实力决定 如果我天赋超凡 实力强大 我会有什么妇女 怎么敢这么多 那这些功法 那就可以变成了 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 十倍 百倍地拿回来 不愧是喜随万 进去我瞬间打通了天地人三脉 让我一举进入了通脉境 那就让我来延续这神级功法啊 这神级功法既是由灵宝出现而成 进去以我独播 便进入我的十海 便牢牢进入 以战龙真诀为内功基础 再服役阎龙拳 流光剑法 龙蛇步伐 并会成为铜剑内无敌的存在 在至尊神殿内延续功法 就仿佛有一位上语大德 再亲自知道 进入所都比强人败上百倍 我没想到父亲留下了这枚玉胚 居然比有毒天 我在至尊神殿修炼功法也有三月之间了 年轻秋月的一定担心坏 是时候该回去 本人又要不如雄妇女了 快说 天心界在哪儿 快说 天心界在哪儿 罗斯 你不得把天心界拿走 明儿就快回来了 是吧 老太太 你想想吧 你那窝囊废的儿子不明 血脉觉醒失败 陆瑶小姐好心安慰于她 却反遭她轻薄 幸好大长老及时制止 你那废物儿子羞愧出头 她是不敢回来了 不会的 怎么能不能这么做 不然 咱们迷失找到天心界了 好 靠剑 你拿回去 陆瑶的吾瑶小姐 当作寄人家子的礼物 再好不过了 不可以 这把剑是老爷留给少爷唯一的信物 你不能把它带走 你长得这么标致 不如该拦我 啊 啊 大爷我带你 飞上天 月 断快家 我求求你 你放回月儿吧 不然 我就去大长老面前告你 老太太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既然想找死 我就成全你 送夫人上路 别断夫人 你这些阿子 你现在欺负到我年和月儿道上 我让你死人造险之间 陆瑶 你什么时候有了童脉镜的实力 他不是一个经脉堵色的废物吗 你没事吧 陆瑶 你回来了 陆瑶你到底去哪儿了 三天 我在至尊神殿中应该修炼了越狱才能 看来至尊神殿内的时间流速要比现实中卖上不少 陆瑶 你个废物 连我断三的人你也敢动 断三 你该死 陆瑶 你不过一个同脉镜的废物 还敢跟老子面前叫嚣 你身为陆家主脉的少主 吃了那么多天才地宝 现在也不过是个同脉镜 和你同龄的陆瑶小姐 昨日突破的五十镜藩主 明日就将寄人家主了 陆瑶要寄人家主 以我五十镜一重的修为 一抄 便可取你性 你可以试试看 阎龙泉 阎龙泉 可怎么可能 我那紫云斗工 已经练到了融会贯筒 我实情一重 也无人能提 你不过一个同脉镜 居然一击 阎龙泉不愧是玄机功法 哪怕断三境界远超于我们 差距也大如云你 你想做什么 伤害我娘 还想燃止月儿 今天 我就要废了一身修为 再打断你的四肢 看看你还敢不敢 在陆瑶头上动吐 陆瑶 和陆瑶小姐和陆川商业 不会放过你的 陆瑶 龙虎丹 正好读过渡国 颤动证据第一次 妮瑶 好厉害 修为 妮瑶 孩儿遇到了一段奇遇 之后才告诉你 陆瑶真的要指掌陆家 三天前 陆瑶觉醒了五级穴 又打通了一条神脉 招牢院的招牢们 打算提前太足跪 那他指掌陆家 明儿 以后 你不要指不起你了 否则 你被人说 你对家主不尽 指掌陆家 他休想 父亲留下的天心剑 刚好可以用来修炼的游关剑法 刘光剑法 我已变成 明日就是祖会 我要抓下时间打通神脉 变成 战役争确 第一层 常人烈花一颗龙虎丹 起码需要数天的时间 但我居然轻刻间就完全的烈花 瞬间突破了第一条神脉 如此恐怖的烈花速度 一定跟这还未生长出来的血脉有关 不知道这血脉完全长成 能否与陆瑶的五级血脉相抗 看看 要否继续打通奇遇于神脉 今日我必要突破 战龙真爵第一层 战龙真爵第一层 终于突破了 这战龙真爵管了神人 居然让我同时突破了五十镜一重 还好我只算神殿 否则一日时间 如何打通三条神牌 还能突破境界 让我去第二层看看 第一个平台上 有战龙真爵第一层 野龙拳 龙蛇步伐 流攻剑 还有洗肥的 那第二个平台上 还有闪耀的西式真爬 不可能是他 直到他 不可能会长得很重 让我早上 不可能会长得很大 他手提醒了 等等 还有大队 爹爹 姚啊 姚啊 那就是我们陆家的天才陆瑶小姐 可不是吧 据说陆瑶小姐 还跟白虎苑端木家族的绝世天才 端木林联姻了 不止如此 四大院的长老 早就派人来拉路陆瑶小姐了 圈圆剑派 白虎苑支持端木青 恭贺陆瑶小姐 祭任陆家家族 圈圆剑派 白虎苑的人来了 端木使舍大使 有识远营啊 好说 端木老兄 你怎么自己一个人 就跑来路家贺喜 都不告诉妹妹人的事 玄雲剑派 朱雀院的人也来了 刘倩 你不在你朱雀院 赶制作什么 当然是来邀邀请 杜瑶小姐成为我玄武院 玄武院的弟子 玄武院高神 丁龙院铁证 恭贺陆瑶小姐 祭任陆家家主 你们几个老狐狸 陆瑶小姐 是我白虎苑的人啊 你们来跟着参合去 端木老兄 这陆瑶姑娘 虽然与你们白虎苑的端木伦 又一直婚约在身 可也不代表 就是你们白虎苑的人 没错 陆瑶乃是五大宣脉学行之类 如此大宣 哪有无论 各位先生 好了好了 我们的大笔马上开始 大家 请入座吧 好热闹啊 是她 这可是玄圆键盘 位高权宗的木兰长老啊 木兰长老 对呀 平日里要见她一面 南炉登天 没想到今天她也来了 木兰长老 你怎么了 听闻陆家觉醒为为爵士天才 凑个热闹 哎呀 木兰可是朱雀苑的长老 还不快快去迎接 木棠卓在下有事愿意 您请 请 既然各位使者聚已到齐 那么今天的宗族大笔正式开始 慢着 他不是已经在我们剥夺的血脉了 师叔 同为陆家子弟 家屠大笔这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没人通知我呢 明儿 你 你 你怎么来了 此人是谁 听说陆家有一位 从未打开血脉的少主 叫做陆明 应该就是此人 如此资质 也敢前来宗族大笔的现场 陆明 今天这个地方 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赶紧出去吧 我来 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陆明 这是什么意思 陆明啊 你从小身体衰弱 我胆以练成真妻 我们念你是陆家的正喜血脉 如是我家杨儿每天陪着我 为了让你们正负酒 可是你呢 虚死不处 对我家杨儿图谋不轨 到如今我家杨儿 马上要登上家主之位 一天又来闹事 你 我念你是陆家的正喜血脉 又是云天大哥 世上唯一的儿子 我既往不久 你赶紧下去 什么 这个陆明居然如此可恶 如要小姐陪了她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抄回她 她却如此丧心并抗 安将仇报 竟有此事 若此事当真的话 陆明真是不可饶恕 简直可恶至极 一个血脉没有觉醒的佩物 到这里做什么 还不滚了出去 你又是谁 这陆家的族费 和你有什么关系 胖子 如此黄毛小儿 竟敢对本座不尊 你可知道我是谁 陆明 你好大的胆子 你竟敢对血运派的使者不尽 陆明雄 今天是陆家族会 你要帮着一个外人 来对付陆家的主脉传人 你当在座的各位长老 都是摆设 银儿 你少说两句 云兄 竟然有这么多的族中长老都在 还嫌不够丢人吗 自打我父亲失踪之后 我一直把你和陆明 当成自己的血肉之情 可你们这对蛇蝎信尘的父母 对我做了什么 你们心里最清楚 再问一句 家族有没有家规 没有觉醒血脉 就不能参加素贵 这 不曾有此规定 杜明 我知道你身为主脉传人 却不能继承家主之位 你心有不甘 但家主之位 能者也算之位 注定不属于你 就像你我注定不属于一个世界 是吗 你可真自信 不过有一句话你说对 你我 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好啊 那我就让你看看 你我之间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 爹 虽然陆明是一个没有觉醒血脉的废物 但是他确实有资格参加东族干 你就让他参加吧 我宣布 第一下 烈焰长街 正是 来死人 这烈焰长街 果然厉害啊 各位使者 这是我族 请金工巧匠打造的 烈焰长街 长街上的名门 能散发出热烬 失恋者 登上长街 便会感到的 灼烧之感 越往上 灼烧之感 欲加了强烈 在长街之上 待着时间越长 上的台阶越多 证明 意志力越强烈 此关 就是考验意志和心性 武道之路 先而有阻 若意志力不坚强者 很难坚持 把意志力作为历练第一项 最合适不过了 这所有的失恋者 同时太上究竟 意志力薄弱一目了然 有点意思 也不知道 谁是这意志力最强者 这还用说吗 自然是陆瑶小姐了 那可不一定 天赋高 不代表意志力一定情 牧长老的意思就是 意志力顽强者 不会是那个废物陆明卦 他连一个血脉都没觉醒的废物 也想尝试 恐怕连第一劫都很难上去 孰强孰弱 马上进入队墙 我宣布 笔事 开始 笔事 开始 我先来 我也来 才一阶而已 废物 这陆家的烈焰长踢 果然是不凡啊 我再来 我也来 我也来 这么多人都没有突破第二天 我来 陆四兄上来 两斤 三斤 果然厉害 我坚持住啊 陆四兄 加油 哎呀 废物 剩不了你就下来 别给我陆家人的脸 圆儿 莫要强撑 你快下来 哎 是陆川师兄 陆四兄一口气地登上了三天 果然了得呀 是 四天 天哪 四天 这是 陆瑶的哥哥吧 妹妹 天赋异禀 哥哥 更是天赋不双啊 哈哈哈哈 陆四兄要跨五天吧 粉丹 白蹄 四天 小兵 皇帝 愿 铲竟然踏上第五阶 不愧是陆瑶的大哥 妹妹天资爵士 哥哥也是实力惊人哪 中尉 川儿是瑶尔的兄长 在年轻一辈里面属于佼佼者 果然 这第五街是非常人所能踏图的 竟然陆川都坚持不住了吗 陆瑶 是陆瑶 不愧是舞鸡血脉的觉醒的舞者 跳上台阶时如此从容不迫 不仅天赋超强 意志力也如此顽强啊 哥 别再阴沉了 接下来交给我吧 第五街 五十二夕 看来我陆家真是人才凋理 直到如今已经有尽数十载 没有弟子再踏上第六街了 不知今日陆瑶是否能够突破 这烈焰长梯 每一街的难度可都是完备的 陆瑶真大不愿意 不要你轻蔑看看你我之间的赛事 陆瑶要踏上第六街 加油 快看 陆瑶已经突破第六街了 看下这是天宗英才呀 快看陆瑶还在继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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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第七街 第七街了 这时刻多年来 我陆家真是绝勤有望啊 要知道 若不是五十镜中期的绝顶高手 怎可能踏上这第七街呀 哈哈哈 云雄老弟 你真是绝女有望啊 哈哈哈 兄长 不可讲了 好好好 好好好 快点 再开 真是天之绞女 前途不可限量呀 陆长老 今日咱们一定要将这个陆瑶 纳入我们朱雀门下 不然之后一定是我们的损失 你赛看看吧 陆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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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铭 陸铭 你怎么可能 陸铭 是陸铭 这 陸铭怎么可能上第六届 他的实力还远不远 麻烦你让一让 天哪 陸铭踏过第七第八阶梯 居然一点压力都没有 这台风可思议了 不可能 这小子怎么可能踏上第八阶 当年 才白长老他第八阶 都毁了自身的修为 他怎么可能 轻而易举地踏上去 第九阶 他在往第九阶走 第九阶 天哪 第九阶 这可是自历日常见创造以来 从未有人出入境的高洞啊 手里的今日就突破了第九阶 这 这可是自前任家主失踪以来 我陆家忍起的绝起希望啊 太好了 明儿 量力而行 不要高兴得太咋了 不要高兴得太咋了 即便登上去了又能如何 能坚持住 才是要争的 对 上去了又怎么样呢 他等会 一滴沉受不了 烈日粉上去苦 然后彻底服掉 我跟这陆民 倒是一点这儿都没有 反而这个洞瑶小姐 怕是要撑不住了 洞瑶 你看见了吗 这就是你和我建议差距的 洞瑶要尝试踏入第八阶吧 洞瑶要尝试踏入第八阶吧 没事吧 第九阶 第百夕 这张记录保持在这儿 还想看着狂妄的小职子 我却处 没想到确实你这人是个灵 肚明 你这个天生的废物受人鄙视 意志力强算什么 武道之路 天赋才是最关键的 对 你又是个废物 你这么多灵 受人歧视 意志力强也正常 心智在天 没有血脉 终究是个废物 没有觉醒血脉 并不代表外却无法修行 但在没有血脉的情况下 可以做到如此地步 光凭这份修炼的毅力 路鸣的前途无可限量 我宣布 进行第二项比试 引脉 这便是路家的策败台吧 没错 策败台能根据舞者的真气 穴道的凌裂度 以及筋脉的强韧度 来预测舞者的天资 天资越高者 上面的星点越多 最多九颗星 九星之上 就是长虹惯日 一根神脉 就是鱼道 无长虹 燕脉 开始 我先来 三星 没想到志远师兄也才三星资质 太难了 我来 七星连足 七星潜力确实不错 应该可以加入我轩辕剑派的 多谢端木使者呀 陆铭 我要让你看看 咱们俩之间的差距 到底相差多大 据说 陆瑶姑娘 觉醒无几神脉前 就已经打通了一条神脉 不知道 觉醒之后 是如何的境界 九星连足 太厉害了 不愧是陆瑶师妹 长虹惯日 一刀城虎惯日 两刀 两刀城虎惯日 陆瑶居然打通了两条神脉 据说打通两条神脉 就能够有冲击五王的潜力 难道说 我烽火城 要诞生一尊五王 也难怪 趁陆家让陆瑶教姐来执掌陆家 如此天才 如果不执掌陆家的话 实在是太可惜了 若是我 早就让我家去追了 哈哈哈哈 好 九颗星 两道长虹惯日 如此天赋 恐怕日后 就不只是 我陆家崛起这么简单的事 这整个崩火城 再也没有其他的事 能与我陆家并肩 哈哈 如此妖孽 难怪端木林会和陆瑶订婚了 她打通了三条神脉 他们二人联手 岂不壮大了白虎院的声威 老妖姑娘 请加入我玄武院 我玄武院愿为你提供 不知陆瑶姑娘 已经和我白虎院的端木林 有一纸的婚约 陆瑶姑娘 自然是我白虎院的 而且 我白虎院给出的条件 在座的 谁能堪比 陆瑶姑娘 我们 我们在这儿 不然实说 各位使者 今天先不要谈我在瑶尔 到哪个店 先坐下来 先坐下来 陆瑶 你看清楚了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 一个在天 一个在地 你现在还敢向我挑战吗 打通两条神门 也很厉害吗 打通两条神门 很厉害吗 陆明 你天生体弱多病 心脉闭塞 现在还敢燕脉 话说得对 你刚才意志练的比拼 赢得只是碰巧 至于策败嘛 你还是不两次反应 因为不是丢你的人 而是丢整个家的人哪 我可以 在中文明镜 临河出城 一点反应都没有 果然是个废体 哼 就是 太丢人了 哈哈哈哈 看着吧 我说的没错吧 紧绿色的废物 还敢燕麦 简直可笑 哈哈哈哈 啊哈哈哈哈 不对 快看 他竟然真的里面出了新典 莫非 他真的有真气无常 他一个废体就不可能 一个经脉堵塞的飞 血脉没有觉醒 怎么可能修炼真气 而且还是九颗星 这经典已经是很难得了 报言整个陆家 除了陆瑶小姐 还能有这九颗星的天赋 两刀撞红官员 这陆明的天赋 完全不输陆瑶 你只是不输 他的天赋 我们看远昌路的 三道了 三道朝鸿冠日 天呐 这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陆明吗 这 这 这 什么意思 是龙英书 四道朝鸿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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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英居然有四道朝鸿冠日 哎呀 九颗星 四道朝鸿冠日 这 这是传说中的八方黑洞 好啊 好啊 鸣啊 我明明知道 我打通了三条神 这第四条神还是咱们 莫非 用神还能找到 一绚练的一绚练 我看他 绝对不可能 要么就是这 策脉抬出的问题 要么就是你 使了什么作弊的手段 一派服衍 你觉得有人能当着我等 学员剑派大能知面 当场作弊吗 你说呢 端木青 陆家真的是好运气 这一代 出了个小惯了 九颗星 四道朝鸿冠日 抗炎整个龙国历史 也只有万道使皇帝龙皇 才拥有过此等的资质 之后再无二帝 不知道这个小惯呢 可不会成为二的人皇 是啊 是啊 想我烈日帝国 帝大物博 人才济济 拥有三道神脉的强者 虽说稀少 但终究还是有的 不不 接连大同四道神脉 这样的人才 居然出现在我 陆家后生之中 哎呀 简直是苍天有眼哪 好 好 真是神脉啊 谁因为这陆瑶 已经高恐怖了 我没想到 这陆瑶 竟然能压他一套 我看以后 谁敢叫陆瑶废物 陆这意思 这陆瑶 好像超过了 传闻中的端木林呢 判斥 陆瑶一个废物 怎可和我白货院的端木林 相提并论 陆瑶你得意什么 你就是个 没有觉醒血脉的废物 你不过是有了什么奇遇 才打通了四条神脉 不过你觉醒不了血脉 这是事实 因为你的那条 在我这儿 陆瑶 你现在的样子 好像一个泼服麻洁 你 现在 我这是 生死泪你改英雄 好啊 谁输了 谁就跑出陆家 这陆瑶 怕不是疯了吧 既然敢公然挑战陆瑶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外力 让他打破了四条神脉 但是他无法决醒任何血脉 怎么可能打得赢 不是第三层血脉的 血脉五十 陆瑶的潜力确实不一般 担忧血脉位置绝水的缺点 这小子 从层是在找死 陆瑶 我要让所有人明白 你不过是运机好 而一个舞者的战斗技巧 武技 才是最需要天赋和悟性的 我现在就让你献出原形 让所有人看看 你在我面前 只不过是个废物 抢来的也算天赋 嗯 好 宝贷 过来听见你 我一定要血脉出败 牛儿 陆明 你不要太狂妄 对付你 何许我妹妹出手 我一定要凭你 你们 一个都跑不了 陆明 你真够狂 站台比武 不是小孩是国家家 我一招 即可来的 宗族大比 武力较量 只论胜负 生死无咎 国家川尔 觉醒的可是二级身材 并且优务是二级的幸福 即便他有四根神案 也打不过我们川尔 他竟然说 一招能把我们川尔打趴下 我看他 国是疯了 我就是杀他 一招败我 好大的口气 话说回来 是你出手伤了我随从段三十年 段三十年 我的家人 没有要他的命 已经算我人死了 怎么 你打算陪他出头 不不不 一个随从而已 废就废了 再换一个便是 干你什么意思 我听他说 你的尸体 生得好似葫芦污水 倾国倾城啊 什么时候 得让我这个表哥尝尝仙呢 你说什么 放心 等我废了你 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事 凭我日遇数女的本事 定让他欲仙欲死 你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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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死的是你 我盔水 不听二推的行为 更长只能有千斤之力 恐怕 他想着一刀就尽压住 我的单点 我的修为 我的修为 傅明 你废了我的修为 我们修为 我的修为 我的修为 伍明 爹 为我包住啊 爹 爹 这阎龙泉不愧是玄极空法 就算我和陆川同为五十金二重 念念他也是亲而允许 那这样不可能 这一拳至少有万金之力 从刚刚那一拳看来 陆明应该是拥有 十二十九 这样一年啊 陆川一定会是拥有 四高长矿的一拳 你敢毁了马儿的修备 一定要杀了你 你敢毁了 真是 玉兄 你要做什么 这宗族大笔 你这么做 便是违背中规 他废了我二的丹谦 一定要让他血尽玄武藏 刚才明明是陆川 要废我的秀为在先 还不宜许我管首歌 再说了 这可是生死擂胎 你自己说的 你个混蛋 还要不赶快把你的飞 我儿子带下去 说得对 快 快让川儿下去疗伤 来人 云霜 你回去 回去 好了 轮到你了 不能让人信 是你的 血尽《魔咒》 你让人信 你什么道 玉民 别以为你打败我大哥 有什么了不起的 别忘了 我可是有五习的血脉 而你 不过是一个血脉 都没有觉醒的废物 而已 废话 说 出招吧 盐龙泉 盐龙泉 五世青四丑 看来这段时间 当我们家伟雾瑶提供的资源并不少 都不明知晓 都是怎么这么轻轻去打枪 看来他的修为不止五世青 这个人还真是令人难以捉摇 不过等下我一转而止 试试我的剑法 接着来 雅和你青红剑法 已经当成被随时磅断了 不加黄级五级 青红剑法 雅瑶 可惜你修炼得不到家 好快的速度 这到底是什么步伐 旋即攻法 不是旋即攻法 有这么多旋即攻法 有这么多旋即攻法 这天之焦虑被压得连连败退 我就不是吓唬吗 苏果不是亲眼开刀 我这个难以知心啊 是 是 凯 Polo potentially 陆瑶 这就是你的实力嘛 也太让人失望了 你不是说 要让我献出原型吗 原来只是嘴巴上说说而已 就这样的实力 还想掌管路径 我仍不知道你短短时间内 修了什么写数 但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卷脉爆发 你竟然会补此工作 卷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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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力国外提升不成 恐怕陆明这小子的性命 就不在这儿了 那就比比谁的剑法厉害吧 这小子锁取拳法 就很贵法 即使玄机工法 到底是哪里的呢 陆阳 你呆了 太惊人了 这陆明 简直是完善了 有没有可能 大凡是天才 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这位陆明 小小年纪 便已经打破了四条神脉 凭借五十二重 便击败五十四 而且是血脉爆发的陆瑶 绝对是难得的人 嗯 不错 不论是从义治炉 燕麦 还是比武三样 陆明 每一样 都完全碾压陆瑶 端木老哥 既然这陆瑶 与你们百虎院联姻了 我就不给你们抢了 不过 这陆明 我就要定了 铁中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你们去弄园药了 陆明 我玄武院药了 陆明 只要你加入我们玄武院 地级攻伐武技 你任选两部 另外 门中有金袍长老 亲自指导你 就之前拉拢陆瑶的四大院 现在 竟然在拉拢陆明了 而且他给朱子尧见 竟然比对陆瑶的还好 等陆明没有血脉 天赋就这么高 一旦血脉绝醒 天赋会高到什么地步 不明 只要你肯加入我们 朱子月月 姐姐月与你合恋 祝你平步轻盈 承蒙各位长老的错爱 请代我先给这份 个人的恩怨 陆瑶 我一直将你和陆英雄 视为骨肉之气 可没想到 在你们的眼里 我只是一个 用之急气的过去 那又如何 还不是因为你太蠢 是 但你们也教会了我一个道理 这天地之间 我有绝对的实力 才有绝对的不爱权 你现在在我的眼里 就是一个弱者 你胡说 我的背后可是端木家 我只是暂时输入 不出数月 我就会全面超越你 让你踩在脚下 你确定你能活到那个时候 你 陆英雄 残害同门 为了以不择手段的 无耻之毒 也配命由我 残害同门 这活到什么呢 各位长老 各位陆家子弟 我身为陆家主卖当家 苦修数年 却依然不能绝起血脉 全败就对父女所赐 地 死命 他们多年 为我掺有盐罗粉的毒酒 而且还遗邪养脉 所以我才一直不能 觉醒血脉 陆瑶 还趁机剥夺了我的血脉 所以他才觉醒了五级血脉 你胡说 我们父女代理如何 公家上下 都是看着的 既然是这样 那这个怎么解释 那这个 怎么解释 想知道长老陆云雄 真是够狠毒的 竟然残害同族 毫无人性 陆云雄 你可知 一血养脉 乃是无道之大忌 你身为陆家之宗门长老 怎能做出 如此卑鄙无耻之事啊 你有何也便去见列祖列宗 倘若 再让你继续担任长老一职 恐难服众 更何况 我绝不会姑息养奸 熟人 你这仗残害同门之内 指掌陆家 陆日复 你难道为了这个狗杂众 要把我的地位给拉出去 难道 让我的女儿 退出家族之位吗 你别忘了 我和端木家 已经联姻了 不错 陆家和端木家族 确实联姻了 只有让陆瑶继承了家主之位 你们陆家 才有资格 得到我端木家族的庇佑 孰重孰轻 你去想想吧 是您看那儿了吧 即使你现在有了微弱实力又如何 我还是帮您踩在家里 是 是 放肆 陆瑶那是端木林的未婚妻 敢敢与陆家作对 就是与我端木家作对 你成绩斩死 你 张伟侯 你这是何意 堂堂白虎验使者 出手欺压弱小 穿出去 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他不过就是一个黄毛小子而已 即便我杀了他又很无可 今天我就要给他一个教训 有本作再起 何人敢动得了陆铭 木兰长老 你竟敢为了一个外人和同门作对 你是不是搞错了是吧 这 这是首席地址令牌 这 这是 从今日起 陆铭便是我朱雀苑首席地址 一个月后 来学院检派报到你 什么 这朱雀苑的大长老竟亲自想要 这 这简直是闻死闻闻哪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陆铭可是绝世七台 既然朱雀苑的院长亲自邀请 那也当得起啊 对呀 弟子陆铭愿意拜入朱雀苑 对 有朱雀苑和我给你做仪仗 你们陆家大可放心欺凌闻闻 多谢牧堂主 陆家众弟子听令 我宣布即日起 隔出牧云雄大长老之之 同时剥夺陆遥家主继承者之身份 任命主卖少主陆铭 为我陆家新一任家主 找老一名家主万岁 找老一名家主万岁 怎么能抢作我家主之位 好 今日这笔仇本座我记下了 既然你们朱雀苑的弟子老夫动不倒 那陆鸟和陆云雄二位 我今天必须带走 不可 此二人都是我陆家之人 无论走或留 都应由家主决断 全有天地 二长老 让他们走 可是 陆鸟 你不如今日就杀了我 否则今日之仇 二日我必十倍奉还 可笑 这都是你们咎由自取 若不是你们夺取我的血脉 怎么会有今天 而且我不会杀你 我会让你亲眼验证你我之间吗 不可跨越的鸿工 让你知道 你之前所做的一切 都是错的 你 你 既于扫门之狠 等我将杨王尔成为大能之时 已经加倍复还 我要托我杀你全家 陆鸟 我们寻人见派见 也不知道明儿现在鄙视得怎么样 她身体 陆鸟 您放心吧 少爷 她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 一定行的 希望 老板 段三是我打的 跟夫人无关 你们不要为难夫人 东城王家祝贺陆鸟家主 成为朱勋院首席弟子 特献极品临时三枚 西城慕容甲 恭贺陆鸟家主 在大笔上一举夺魁 特献上聚灵当五颗 南城陈家恭贺陆鸟家主 特献极品玄鸟三枚 北城唐家恭贺陆鸟家主 在大笔上一举夺得天下之 特献金丹寿魂中一颗 明儿 明儿她成为了陆家家主 而且还在大笔上 获得了满贯 嗯 我就知道 少爷一定可以的 这些人的消息还真够快的 十颗聚气丹 这些人也太大方了吧 玉儿 你怎么知道 这里面是聚气丹 我闻出来的 我真是聚气丹 舞者的休息级别越高 感官也就越敏锐 玉儿 你觉醒了几条筋脉了 我是少爷夫人 我昨天刚刚打破了八条筋脉 你才刚开始修炼最基础的聚气功 就打破八条筋脉了 难道 是觉醒了什么高级穴吗 玉儿 快过来我给你看看 你怎么了 少爷 没事 玉儿的血脉太特殊了 我一时竟然查不出来 娘 此次我去玉月剑派 我想带玉儿一起去 是 以她的武道天赋 留在陆家太埋没了 老师 我走了 夫人怎么办啊 那你就舍得少爷吗 我当然不舍得了 那还不快去收拾行李 我这就去 希望此去玉月剑派 能有大吉于帮秋月觉醒血脉 我也得必须让我的血脉 早日完全生长 否则 一旦遇上真正的高手 却不能爆发血脉之力 必败无疑 可明明感觉血脉已有长成之势 为何还是不行 难道是秀为替上的灵魂灯气 是生活快 机缘却未到的缘故 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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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不是不在房间里吗 这是怎么回事 凌儿 其实这段时间的奇遇 皆来自于这块玉佩 里面不止别有冬天 会有很多的天才地包 要是没有她 我早就在贝多去血脉之时 就死在荒郊野地了 这块玉佩 是你接待回来的那块 没错 没错 娘 这些年 我一直想知道父亲是怎么死的 他到底是何人所伤 这些人 对方是谁 我这是去救他 黄都 十方剑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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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万万不可千举妄动啊 娘 我一定会谋耳活动的 父亲既然被他们控制起来 就说明他 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现在最重要的是 提升自己的实力 这样 才能早日杀到十方剑盼 救助我的父亲 明儿 你要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 是 你去悬檐剑盼 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爹 明儿一定会尽快提升实力 将你救出 少爷 我们赶了两天的路 就在此稍作歇息吧 少爷 这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走 我们走 人生招呼都不打就想走 这么没礼貌啊 你是何人 告诉你也无妨 我是野狼阁的人 要人活 花钱 买你的 令日帝国四大杀手组织之一的 引狼阁 是陆瑶和陆云雄派你们来的 拿人钱财 云霄斋 具体是谁 你不必知道 乖乖等死就行 你身边这个小丫鬟 倒是有几分姿色 等解决了你 我会替你好好照顾 请报上不是说五十斤二重 怎么会有五十斤五重的实力 你的消息更新的有点慢 哼 小子 别太得意 血脉爆发 三级血脉爆发 秋月让开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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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月 你能越界战力又如何 但是三十五十斤七重的高手 你又能如何应对 几少 杀了他 我虽然能禁止这些战斗 但秋月怎么办 当我们的战斗 我来对我交代在这儿呢 对 阿格拉斯 我一定要保护我挚爱的人 这些战斗 很像简单一般 你把我们是血脉之力 怎么可能 他们起走我们的战斗 我说说他身边血脉都没有负费我 为什么会血脉爆发 不行 我得走 现在想到 完了 原来血脉爆发 只在一袭之间 死吧 死吧 怎么回事 我的精血 我的精血 竟然能吞噬精血 屁是个他们俩的 不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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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他的精血 被我源源不断地吸收 滑入我的灵力 既然这样 我就把它吸干 不忍耐 我的血脉 竟然能吞噬精血 转化为真气 屁是个他们俩的 没想到他们的精血 竟让我突破到 五十进六冲 这心肠不忍耐的血脉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竟然能吞噬精血 莫非 刚刚他们的攻击 不是被挡住的 而是被吞噬掉的 秋叶 你没事吧 好多了 你身体恢复很快 原来是特殊血脉的缘故 少爷 都是我不好 脱后退了 傻丫头 说什么呢 要不是你替我 打下那一剑 我现在早就在眼眸店了 少爷别胡说 对了 自立不宜久留 鹿鱼熊和洛阳 随时可能再派上手过来 不过走之前 我要先去一趟至尊身边 有什么事的话 及时叫我 是 少爷 这就是我的血脉吧 可是怎么连一道脉龙都没有了 一道脉龙是一级难道的 这是灵级血脉 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呀 算了 以后我们总理没有很 以后就将我们试入血脉 陆瑶和陆鱼熊腹 若是知道了 我们的血脉重新生长 又会是什么肺炼 这血脉果然神奇 我只是稍对精血进行了炼化 竟然我直接突破五十进七重 我的血脉 既然已经完全伸张了 只想看这次能不能上去 也许只有突破战法证据第二层 才能上去了 我隐约感到第二层有更强大的质脉 去了玄圆剑派得想办法 找能突破第二层的天才礼宝 玄圆剑派 我来了 这就是玄圆剑派 好戏派啊 对啊 对啊 真是阔级啊 有三天一排的 一路侧去分剑 没有三天一排的 在左侧参加工夫考核 秋月 那你先去参加考核吧 是 少爷 新人弟子入门 他来报告 白肉合院 几级血脉 何人推荐啊 猪血脉 零级血脉 零级血脉 他没有血脉来干吗 玄圆剑派招收弟子 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就是要血脉舞者 是哪个不让眼的人 给你的玉牌 怎么 零级血脉 就不叫血脉舞者了 零级血脉 闻所未闻 我不管你是谁推荐来的 马上给我滚 我猪血脉 本就是五院之中最弱的 要是连没有血缘的阿猫阿狗 都招进来 那更是要被其他院 踩在脚下了 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啊 猪血院就是有你这种 孤陋寡玩的人 才会没了我 谁有此理 你小子还未入门 就敢对长老不敬 好 三道长虹贯日 有人打通了三条神脉 难道是秋月 这一辈弟子 竟然有如此天才 肯定要被其他几院 招揽到门下了 你这个废物 赶紧滚下山去 别耽误了其他弟子登记 陆明 连血脉都不能觉醒的废物 还是死后脸屁 还如今后脸屁 还不快滚 你也是此次新入门的弟子 看着资质不错 几级血脉 准备拜入何院哪 弟子觉醒的是五级血脉 准备入白虎院 五级血脉 难道你便是传闻中 即将与端木家族 端木林联姻的天才女弟子 看来白虎院这次 真是如虎天意了 老夫这就为你登记 来 登记好了 你这小子怎么还不走啊 在这儿等着老夫发飙吧 尚爷 尚爷 秋月 考核合格了吗 血脉检测出来了吗 通过了 他们说我血脉特殊 让我去麒麟院 可我想跟尚爷一起 去朱雀院 原来刚刚那三道长红冠日 是姑娘的 麒麟院可是玄元剑派五院之首 能加入的弟子 往后皆是大财呀 我真是荣幸能见证此刻 日后还请姑娘多多关照啊 我才不想当什么大财呢 我只想跟我们家少爷一起 哎呀 那真是可惜了呀 这个少年姿势平平 在她身边白白浪费了天赋啊 这个低下的侍女 居然加入了麒麟院 而且还觉醒了特殊血脉 傻丫头 这么多人想进麒麟院 还进不了 你还不应去吗 因为秋月舍不得少爷 秋月师妹 这个废物就是你的少爷 我本以为 你是为了什么天才大脑 才不肯加入麒麟院 没想到你是为了 这种连血脉都没有的废 我劝你还是让她赶紧滚来 免得她打扰你修理 你可是掌门 清点入门的弟子 谢吴辰 我劝你说话放干净点 更何况 我还不是你师妹呢 放尊重你 将你我这种特殊血脉的武者 何等的高贵 日后不管是修炼上的资源 还是境界上的差距 都不是一般弟子的 可以比你的 特殊血脉就很高贵呢 当然 我们生来就是受人敬仰的 像你这种渣子 只会趴着 向我们顶礼膜拜 受人敬仰 那也要值得受人敬仰 像你这种仗着自己的 天生血脉 如此娇狠的人 有何责 这个废物竟然敢在五十镜七重 特殊血脉面前大放厥瓷 真是不要命了 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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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 只愿能接五十镜七重高手一掌 有几分能耐 能接我三十五公里 这种没什么血脉的肺 今天就让你看看 我特殊血脉的十何公里 这小子真的没有血脉之力 就将麒麟院弟子打破了 我怕在地 路鸣的境界居然在短时间内又突破了 不可能 什么特殊血脉 什么到底增肺 在真正的实力面前 你就实实劳劳 你这个杂碎 居然敢误弱我 今天让你的死 好霸道的气息 居住建屋城在血脉爆发后 实力十分恐怖 曾一人 不熟年后三个 不失禁四重的强者 看来他要动真嗑着了 住手 住手 拜见师尊 拜见 拜见师尊 师尊 此子出言辱及我们麒麟院 又要杀了他 吴臣 你不是他的对手 莫再自取其辱 这怎么可能 一个连血脉都没有觉醒的垃圾 我刚刚只是意识大意 你的特殊血脉害我 这 年轻人 我看出来了 你虽非特殊血脉 但你的奇异之处 也可谓是妄中的一样 可愿入我麒麟院 好 竟然叫他入麒麟院 老夫可助你 修内血脉成 这样 你和那个小丫头 也可以在一起 世尊 这种垃圾 怎么可以加入我们麒麟院 陆明 为何你总是如此好运 多谢掌门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我已经答应吴兰长老 来此不去远 人不能言而无形 去去朱学院 怎可与麒麟院相提弊论 你这小子 不是疯了就是傻了 你这些人 加入麒麟院机会难得 你可别后悔 绝无回忆 莫兰这丫头算是有福了 也罢 都是我们玄剑派的弟子 日后啊 一定要好好修理 莫浪费呢 你这一副好心性 既是如此 那我也不再勉强了 吴臣 是 你好好地看看 想一想 这个年轻人身上的优点 正是你所缺的 我罚你在静明阁 反思一年 我吓我刚出了啊 月儿 我们走 月儿 你快去啊 以后又不是见不到了 少爷 没 去了之后可要好好修炼 我会去见你的 那月儿一定好好修炼 绝不给少爷吐后腿 年轻人 我们走了 这老头子还真是神不可测言 长老 现在可以登记了吗 什么长老 已经给你登记过了 你应该还不知道 朱雀苑怎么走吧 老夫来为你带路 你如此天资 又心性过人 以后朱雀苑 可得靠你发扬光大了 是炫云将派第一天才端木林 听说他实力非凡 连一般的长老 都不是他的对手啊 我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他了 自然啊 朱雀 我在白斧院久等不到 坐来找 林哥哥 你有所不知 我刚刚又遇到那个 害我失去家主之位 将我逐出陆家的路面 他居然敢来轩辕进来 云阳 云阳在 找个机会 你能够得住 是 刘二 如此你可安心了 云阳乃是白斧院 青铜榜第一的高手 对付他陆明 绰绰人 谢谢林哥哥 陆明 作人你运气再好 其遇再多 终究会被端木家这种大家族 踩在脚底 这里就是新人栗子的住所 你 你怎么打人啊 这是你们次找的 交了学位费 我才能保护你 要是不交啊 这是你挨打的命了 你们欺人太甚 我看你是挨打没挨够 一个废物欺人弟子 还敢在我们白虎院 白银弟子面前叫嚣 今天我就把你们这些龙银 在地上摩擦 师兄好大的威风 师兄好大的威风 你又算什么东西啊 肯这么说我 这是我的请示 你说我算什么东西 哦 原来你也是新人啊 那你给我听好了 是龙 就得给我盘着 是虎 你也得给我握好了 小心 盘着握什么 是你 我飞了 我飞了 你个新人怎么这么厉 快走 快走 慢着 把太医给我带走 是是是 快扶我起来 对对对 大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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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刘七 封我成陆鸣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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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鸣兄弟 你真是帮了我一个天大忙 以后我还请多当知巧 请学员剑派新入门弟子迅速前来学员店及格 新人试炼即将开始 陆鸣兄弟 咱们收拾收拾一块去吧 好 走 请 去吧 乖 来不及了 马上要开始了 走走走 下面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此次试炼的规则 各院长老已经在试炼地的妖兽身上绑了不同分值的积分牌 击杀妖兽拿到牌子就可获得相应积分 得分最高者不仅能获得五千宗门贡献点 正能获得一枚冰冰鼓 你很恐 展望正确突破到第二层必不可守的才能之间 看来这次的试验我一定要多亏才行 当然 将一瓶子也有其他奖励 对了 最高单体的积分牌非有五百积分的 至于在什么要求身上 就让大家自己去找 现在我宣布试炼开始 董事长 你还愣着干什么 不是没理解什么 我可听说 贡献点能去贡献店兑换可守的宝贝 第一名呢 咱是只会不上的 不过咱不得点贡献点还是不错的 是吧 走吧 走 站住 你就是陆明 你是 我是风武 沐岚师姐派我来的 她说这次试炼中 端木甲反了个对方 所以让我们组成一队 可以相互照应 木兰大老 怕是你们朱雀院没人了吧 这次竟然派个废物陆明 前去立定 有人好像忘记 四条长红换日 那就拭目以待 既然有危险 我就更不能拖累陆明 黄师 刘琦 这次我就不跟你们组队了 我们学院见 不是 你自己 陆明 陆明 你自己行 如果不能跟她一队 我们跟木兰师姐交代 陆明 你等等我 不是 咱们把咱俩都协了 对了 不行 等等我 我也去 等等我 陆明 陆明 你还是来了 当然啦 木兰师姐说让我保护你 你说到底做到 这次的试炼 你可别大意 这次的试炼 遍不厌守 危险不必 我们可得小心啊 这都三天了 只有这么一点积分排 我看啊 这区域都是些小型野兽 不得再这样下去了 不如我们往深山里走走 我还有利益队友 饭 元昌 峰舞 峰舞 我可找你几天 总算把你给找到了 先小碰上 这位就是陆明 这小子就是你 你一心想要拉入队伍的那个 他什么修为啊 他 这次试炼可是至关重要的 我还想要为咱朱雀苑 拿下新人王的称号呢 放心 陆明有七重武士的修为 武士七重 你都有武士九重 我都已经到武士一重的境界了 你拉着他 是想拖咱们的后腿吗 武士一重 很厉害吗 武士七重的拉结 这口气还真不小 想知道厉不厉害 试试便知 袁崇 你别太过分啊 不然我们各走各走 封武 你居然为了这小子这么跟我说话 是又如何 你到底让不让陆明加入 走吧 我已经选好一个妖兽了 你妖兽 袁崇 这儿应该没有你说的那头妖兽了 没想到 你真把人给带着 带你的积分牌 谢了 诺明 如你换官吴家的五十积分 挺直顿 好啊 袁崇 你居然跟白虎院的人做交易 比平时 帮武妹妹 为了这么一个累赘 得罪端木家 太不值得了 只要有我帮武在 别想动陆明一根汗毛 不 没想到 云阳少爷 竟然让我们杀这种人 你们的意思是 要杀我 没错 像你这条剑鸣 死在我们端木家的手里 那是你的荣幸 来试试 我的血脉 居然升级了 要是我不断地吸食情绪 就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血脉 血尾子不算提升了 这是什么药法 医疾伤 杀了 这果实实是 反而 什么 爆发了剑气 终于将五十顶系统 斩成肉鱼 终于将五十顶系统 打在他身上 怎么在老法无传 这火大鱼两个 来试试血脉神教的吞噬效果 果然不同犯象 吸食情绪的速度 明显一声都不少 这升级的血脉 果然了得 只是吸食了 三个火星的九重的高手 只要我突破到 五十顶系统 六十顶系统 我们的清聪 岳春 鹿鱼呢 鹿鱼 那小子现在在独自对付 端木家那些高手呢 估计现在 应该已经死了头部了 我怎么死不上来 不相软惊散啊 至少三个时辰 你都无法动他 我追你这贱人两年 你就连正眼瞧都不瞧我一眼 行 那我今天便要你 好歹在你临死前 你要让大爷我 舒服舒服 干什么 陆明 陆明 救我 打扰一下 陆明 陆明 你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难道 你从端木家族的高手中 逃脱了 逃脱了 就算你逃脱又能怎么样 像你这样的垃圾 难不成想当着我的面 英雄救美不成 你快走 五十禁一筹的对手 还是五十一筹 五十禁一筹 很厉害吗 试试九十 五十禁 不 不可能 你陆明怎么可能是五十禁 你刚才还是五十七筹呢 今天我就替朱雀云 清扫你这个白天 想杀我 你做梦 陆明 你居然被我经脉 你不得好死 我不会放过你 没想到 陆明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拖到了五十禁 行 我这就去找端木家的高手 端木爵 他一定会杀了你 他一定会杀了你 你给我等着 等着 陆明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一百五十分 才不错 那是吧 各种 替朱雀 原来你一直在隐藏实力 不然还怎么这么快 就突破到了五十禁 让他什么看 转过去 你别过来 虽然你一表人才 一输一风 天赋还很强 那是我师姐说我我我 你先放我先来 走吧 此地不宜久留 你我身上的血腥味 会引来大量的妖兽 还是先离开比较好 放我下来 我自己能走了 确定没事了 嗯 没事了 那是 似乎有妖兽 本以为 凌门百虎院多位武士一重高手合力 一定能拿下这狼王的积分 别说谁拿积分了 就算是自保 都已经成问题了 你都拼了 王宝宝 想得他一步进步 根本不可能 好 大王已经进步了庞泊光台 力量和渡渡 都已经不是我们能够回酒了 神鹊鹊 大王虽然坚不可遂 让他多别下面的神鹊鹊 挺联织着他的既战平安 但他明显是会护着那里 就算普通弟子知道了要害 也根本出风不到啊 可不可以趁机不备 你找他 可望一不小心 你许单全身而退啊 为了五百几分 值得赢 当心 这是想留个新人吗 看修维斯谷不高 拆五十斤一重 本以为来了个高手 但实际上 来了个猜鸟 我数到三 便更好 剩下的交给我 小子 你知道你面前的是什么妖兽吗 就凭你 一 二 别乱跑了 只能信他了 三 拆五十斤 拆五十斤 居然能跟狼王分禁抗礼 这家伙可以扶斗狼王吗 我记得心眼里面的星星 并没有做好勇武 好 没办法 现在他就让可以给我们拖延 这个时间的 狗狗要还 是玄机功法 就是现在 来 我去 这 他竟然斩杀了狼王 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以他的修为 怎么能 看他的让务 也不像我们白虎院的 这五百积分 一定不能落到其他院的头上 不如趁现在 苏翔 要不是陆银赶来 你们早被狼王杀死了 现在想来将冲吗 小妞儿 你可知道 这个世界 从来都是落肉强食 况且 这座密林里 埋了多少新人 只有得到积分 才是最重要的 道义什么的 那都是一文不值 你们 还真是养了一群狼心狗肺的人 是 克兰一旦进入五十境界 境界突破就会越来越难 吸收了这么多五十境的高手 居然才突破到五十境二重 不过幸好 始灵选脉也跟着升到了三级 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积分解排了 走 去别的地方再看看 站住 站住 你们是谁 竟敢杀我白虎院弟子 狼王的积分牌呢 不想死 赶紧交出来 狼王是我杀的 积分牌自然是我 他们想杀人越货 我就杀了他们 你们也想抢 陆鸣 别冲动 他是白虎院天才端木爵 也是日次试炼中最强行人 端木爵 既然知道我的名号 那就把积分牌交出来 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 你们端木家族 一个个都这么盲目自行吗 真不知道是怎么成为 白虎院第一家族的 这么说你就是不给了 那么我就让你知道 我端木家是如何成为 白虎院第一大家族 飞火箭 是 我是死者 好强的力量 等等 这是什么剑法 这就这里怎么去支配 是 打光力量强的手 想不到我的流光剑法 竟然在战斗中 突破到最高层 人物合一了 你竟然会玄机剑法 我们三个一起上 绝对可以商量了他 你录明 我们三个五十斤爆发血脉 看你如何应对 血脉爆发 什么情况 这小子不是只有五十斤一重吗 什么可能 这次好像没怎么受伤 看来我的血脉爆发强度 以及持续时间 都跟着血脉升级一同进结了 希望这散热的精血 十年血脉 应该那是到四级了吧 卢明 你出来没事 这是什么不要命的打法 看看这位端木家的天才 有多少的积分牌 怎么回事 端木爵身上 怎么可能连一块积分铁牌都没有 储物戒指 太好了 我们有这么多积分牌 看来 今年的新人王 非你莫属了 我本来就是冲的第一名了 你也不知道 木兰师姐 干吗让我来保护你 我看是你保护我差不多 怎么回事啊师叔 露铭和凤鲁 怎么还没回来 木兰长老 如此忧郁焦灼的眼神 是不是在等那个废伍陆林啊 他别说拿到积分了 恐怕他是凶多吉少 你们端木家的那位天才 好像也没出来吧 我们百火院 对此次的新人王 势在必有 好 我很好奇 这界的新人王 是谁啊 这还用说吗 此次新人王 自然是我端木家族的天才 端木天 端木青 你就这么自信 肯定不会是你们朱雀苑 你们朱雀苑 八年都没有拿到 新人王之位 今年的 新人王之位 简直就是吃人做梦 你这么说 就是看不起我们朱雀苑了 我就是看不起你们朱雀苑 就凭你们朱雀苑那帮废物 还想拿到新人王之位 凭谁 这么不服气是吧 要不要跟本座赌上一局 说吧 想怎么赌啊 我就赌 白虎苑和朱雀苑 两个苑 谁能拿到新人王之位 咱们就赌三十零金 三十零金 三十零金 三十零金就不敢赌了 我怕你输不起啊 我出三百零金 是 木兰长老 到时候 您千万可怜后悔 你们两个弟子出来了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两个恐怕是你们朱雀苑的弟子嘛 出来的倒是挺快的 拿了多少积分 赶紧清点一下 报个数吧 朱雀苑 黄石 刘千 两分 我说朱雀苑的这帮废物啊 那么多人才拿到了两分 分 白虎院端木桃 三百五十本 朱雀苑的弟子 六百本 六百本 这是我的弟子 六百本怎么了 我们白虎院的端木桃 还没有出来呢 你就敢断定 你们宣伍院赢了吗 端木桃 此刻正在击杀狼王 五百积分 肯定拿到手 怕着怕 那个废物陆明 别说拿到积分了 就是能不能活着出来 恐怕都善可未知吧 陆明 你没事 没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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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有那么多天才 竟然没把他给弄死 凤舞陆明 你们收获如何 陆明 你们两手空空 只怕连剪露的狗屎运都没了 啊 好久不久 运气正好 我八样金牌金了 怎么可能 他竟然拿到了五百的狼王积分 五百积分 干得好陆明 果然没让我失望 陆明 你手里边 恐怕再没有其他的积分牌了吧 三平一个五百分的积分牌 就确定你们朱雀苑赢定了吗 是吗 那这样呢 哇就还有这么多啊 那这样呢 全是牌子 你还藏了一手啊 虽然端木青 是 在青天前 要不你把三百零钱 端木绝 你急什么 端木院的天才端木绝 还没有出来呢 你就知道你们朱雀苑赢定了吗 张老 请张老 出事了 黄里黄张 成何体统 作为我们白虎院的弟子 遇到事情要淡定 淡定你懂吗 端木绝 他死了 好 什么 端木绝怎么死的 是谁杀了他 不知道 他死在了狼王的尸体边里 旁边还有几名白虎院的弟子 一 二 五 三 二 陆明 说 是不是你杀了端木绝 端木绝你什么意思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杀他了 赛克他身边这么多高手 我怎么可能伤得了他呢 那你手中的那么多鸡 鸡粉铁牌怎么解释 肯定你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 抢走了我端木家族的鸡粉 我今天就废敢 好强的气劲啊 你是不是疯了 你信不信我 应该是把你杀了 就怕你没这个本事 可恶 我的实力还是远远不够 这把你找到黑衣的 掌门 拜见掌门 拜见掌门 你们两个身为传宫长老 竟然在这么多的弟子面前供行使 掌门 有个陆明用卑鄙的手段 杀死了端木爵当门 品行极其恶劣 我提议撤销他第一名的资格 全员建宗失恋 从来都是圣者背包 用哪条规定说 要交代这积分铁盆出来 端木青 你想耍赖就直说 隔壁血口喷人 污蔑一个当入门的天才定性 掌门 我敢断定 陆明肯定用了卑鄙的手段 才获得了这么多积分 如果让这样的人 得到第一名的话 他是新入门的弟子当中 根本不会服众的体力 测一测他的实力 如果他的实力说得过去的话 我便承认他第一名的资格 自古以来 新人试炼 都是按照积分和排名的 至于怎么得到的积分 从来也没有成功 你别忘了 过去的新人王 实力都是得到允许的 即便是有运气好的 也是一身实力非同小可 而让陆明 他只不过是一个陆家的家族 他凭什么 端木青 那你想做多测试吗 端木涛 你过来 是 找 今年新人测试入门的弟子当中 修为最高的是五十四重 而端木涛的修为也在五十四重 若陆明能战胜端木涛 战不攻 怎么自己没有实力 心里害怕了 你不敢禀了 好 我答应了 明明不要动 无妨 国飞就是多修理了几年而已 那又听不懂 既然如此 那就按照您的说法 好 端木涛 你听明白了 此陆明 可是今年新人王的人选 你要尽你自己所有的实力 知道吗 云版 朝请放心 陆明 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也等我动用手 伤了你 就没关我没提醒 尽管出招吧 现在认输已经没机会了 拳击攻防 天眉剑靶第四次 这个端木涛 短短几年修为 让先进武器达到这种地步 新人当中 他无论是他的对手 木兰 等着跟陆明收拾吧 躲过去了 怎么可能 他只是去了一趟试炼林 经济 为何提升了这么多 这就是你苦求多年的武器 就这种地步 也好自信地丢人现业 再求一招 陆明 小心 想不到陆明这么快 就捧错了我 是第三处 这是百姓的担心 你 你 全身啊 这 这 这还是新鲁门的弟子吗 我的气血 我的修为 陆明 你为我修为 这就是你们那个练了三年大打手 不过如此吗 陆明 你天要废人 图人切磋 竟能用如此手段 屏行如此之下 失所该杀 失所该杀 高母亲 比刀剑无野 可是你自己说的 跟我吧 两人比武 受伤在所难免 无需互相指责 年轻人 你进步的速度 超出了毛夫的想象 我宣布今年的新人王 是陆明 奖励五千宗门贡献点 凝凝果一颗 就说今年的新人王 非陆明莫属 刘七 怎么回来这么早 别提了 这次失恋运气不好 只拿了一分 对了 陆明兄弟 你拿了多少分 按照你的实力 应该已经兑换了不少贡献点吧 说出来 吓死你 这贡献点 能不能转让 要不要我送件给你 不要不要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可换的 而且我听说这贡献店里的 东西都极其昂贵 每件所需的贡献点 都是特别够 你要是送给我的 你岂不是也没有什么可换的 这五千贡献点 你也碰不到什么东西啊 五千 你 你是今年的新人王 陆明兄弟 你以后可得抓着我呀 放心吧 放心吧 走 我请你们搓一顿 走 走 自从突破五十星后 我依靠不断吞噬心血 修为虽一路飙升 但现在根基有些虚浮了 陈气冲 又重置上杂质 必须要停下来 花时间去巩固 凝裂 如此 修为应该就能完全巩固下来了 这十年血脉 当真神奇 不仅能吞噬精血 转化为真奇 还能不断生奇 才四级 就有寻常六级血脉之为 不过到了五十级 我的优势在减弱 必须得尽快将战独真确 修炼到第二次 三种神奇材料 已经收集到两种了 只差学院室了 过两天去贡献店看看 看能不能找到学院室 师妹啊 今天是你第一天来 就跟着我混吧 我可是这贡献店里 数一数二的服务弟子 经我手所兑换的贡献点 你想都不敢想 师兄 我早就听说了 您的公团业绩 您是不是有什么秘诀 可一定要救救我 这秘诀啊 就是你要看得清 它是不是真的有能力 真的能消费 要把你的热情和服务啊 留给那些值得的客人 千万别把时间留给那些 没什么贡献点的 青铜级的弟子身上 懂吗 您好 这里有雪原石 您是要以贡献点 对换雪原石吗 雪原石可是其身宝 可是很贵的哦 我不是刚告诉过你 热情要留给值得的客人 这小子一看就是 刚入门的新人 还想来换雪原石 我帮你把它挡住 你想来换雪原石 对 怎么 没有吗 有 当然有 雪原石是武师竞技中 需要用到的 最重要的灵品之一 产量稀缺且价格昂贵 你还要换吗 换 这年头真是什么人 都敢来换雪原石了啊 来 身份牌出示一下吧 这身份牌明明就是个新人哪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才刚刚参加完新人试炼吧 没错 这有什么关系啊 你一个刚刚参加完试炼的新人 来我贡献店干什么 中文有规定 新人不能来 对 没错 你一个刚刚参加完试炼的新人 我猜你的修为也仅仅是武士初期吧 你参加失恋能击杀多少只有兽啊 你能有多少贡献点啊 刷刷身份牌不就知道了 你这新入门的蠢货 老子在去年就已经达到了五十七九重大圆版修为 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贡献点 来兑换血烟石 才在这里赚取贡献点 一个新入门的蠢货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一直突破不了修为 就变成怨天尤人 只会乱飞的废物了吗 真是个无知小玩儿 你恐怕不知道 我贡献店的人 实力丝毫不强于四大院吧 赶紧滚 我不想出手 伤一个新人 传出去 让人笑话 区区武士镜 也只能耍耍嘴皮子吧 有这功夫 还不如把我要的东西都备好 好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五十七九重大圆满 师哥 你可别在贡献店服来呀 伤害新人弟子可是要重罚的 Bloomberg 你是否最高 rom丘 你可别dem 卖 化身后 梦 用变欖 好 是 initiation 怎么可能 现在你再看看 我是什么修委 有点修为就让余气 你可 community 我还敢不敢 这位师兄 你终于放我师兄一马 都知道有眼不识太伤 臭壮了你 我会比明店长责罚他的 若不是有今日这位姑娘 我一定要让你展个教训 多谢饶命 我这就去给你准备你要的东西 整个工线店的显示室都在这了 总共一经 不知您要多少 我全都要 这些也是无比珍贵 从来没见人买过一斤 得三千贡献点啊 那要怎么样呢 您不会知道谁的约货吧 那贡献店白拿 可是要被全院通缉的 我在贡献店几年了 还没有见过一次性 刷三千点的 朱翠苑陆明 成功消费三千点 你是新人王陆明 嗯 你人还挺不错的 以后说不定也会用到学院室 我先给你一个 免得以后 跟师兄一样 是的 又在家里面 我都要做个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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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都要做个优秀 我都要做个优秀 就看这一波 一定是怒鸣 这小子越来越让我感兴趣了 成了 展龙真学第二层 这下 我应该回首第二层的大方 这下 你却是二级上品的兵笔 这条天蜴 永远超过了我的天心剑 刚火枪诀竟然是本第几个话 可惜是一本枪法 等等 我的战云真诀修炼出来的是龙行真气 枪如龙 可能 如果用战云真诀第二天突破完境界 要好好修炼枪法 放心 等我以后成了端木家族 成了院长 你就是我的第一夫人 哈哈 奔将大人 答应我的零食可要给我 放心 本院长会一直顶你的 哈哈 叫院长大人 叫端木家族 啊 啊 真是个美人 嗯 大陆云阳 他妈谁也没看到老子 我是 罗小贤 罗小贤 你来之前怎么不跟我言喻一声 端木家的每个角落我想尽就行 需要任何人谈你 倒是你 端木家的顾位和两个弟子身不见你死不见事 你还有脸在此寻欢作乐 哦 还有此事 端木家的意思 陆云阳那小子拿了新人王的位官 你是怎么办事的 你 你是在跟我说话 林哥哥现在正在闭关 无法插手外界局势 待他出关之日 要是知道你还没把陆云那小子解决 什么下场心里应该比我清楚 他真正在闭关 他真正躲得住去 我能怎么办 既然不能从他下手 那就从他身边的人开始下手 轻过这时在神殿中的修炼 我已经成功突破五十五重了 事后便可以修炼肛火抢绝了 不好 洛铭 洛铭 哎 洛志 这 洛志 怎么回事 他是被星月楼的人打的 快送给预知 星月楼 那是什么 这星月楼是白虎院组织的势力 专门收购材料丹药业 仗着有执法对病 平时就特别嚣张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开始针对我们朱雀院 一千两的东西只给一两 我们气不过就找他们理论 就打了钱 庞石现在还在那边呢 针对朱雀院 针对朱雀院 有意思 陆明兄弟 万万不可冲动啊 这星月楼高手众多 哪怕是你都逃不到什么便宜 我这就是叫庞氏 哎 他想起来 这星月楼既然违反了 你会砸开多么多次 你要不知话就告你们 放开我 就这样了 还想不到执法店来投诉我们 啊 真是把硬 等会我就打断你的骨头 看还硬 一一一 你是谁 老远 那你可算了 找我 找死不成 我吗 朱雀院的新人弟子 朱雀院的弟子 区区一个新是我们的弟子 能把抓我们的手 还不放开 赶紧下跪磕头认错 新是我们的找你不死 刚才你是不是说要打断他的全身骨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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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来的狗砸碎 敢打我星月楼的人 还要把人放开 还要把人放开 今天我们怕是要栽在这儿了 又来了一个硬杂 好 我放开了 陆明 陆明竟然把他杀了 你想的还挺嚣张啊 你就是 新人王 陆明吧 没错 果然是你 陆明 你虽然是新人王 但是 想在我的金月楼导师 还愣着你啊 你打伤了我的人 就是砸了金月楼的招牌 要是 能比我两千够欠你 什么 不 五千够欠你 还有 当着这种人道歉 我就 饶你一命 你们针对朱雀月 不就是想引我出来吗 现在我来了 你还挺聪明 谁让你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人呢 既然你不肯道歉 那现在 我就让你死在这里 一个新人王 可我多强啊 自己的存在爆发 加上五十进五成 都玩死你了 那你不肯道歉 这种人 都玩死了 谁啊 这就是 还不可 你不肯道歉 我都捱了 你不肯道歉 我都捱了 我都捱了 你不肯道歉 我都捱了 你不肯道歉 我都捱了 你不肯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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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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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了吧 告诉你 星有楼背后 可是青铜堡第一 端木加天才 端木云 端木云 你敢乱来 小心 晚节不复 我还真的有点疼 你 你敢凶辱我 打得好 端木云阳 不就是想针对我身边的人 来逼我献身吗 好 我就与其人之道 还对其人之事 打光他身边的狗 看他什么时候出来 住手 谁拔电在此 不明 谁拔电在此 谁容你造色 这个话呢 端木云 端木云 谁拔电到了 端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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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回芝麻堂接受处罚 违反门规 那你怎么不问问 不为什么出伤 无需投言 我们青年所见的残害同门 还嫌疏毁着新月老鬼 这就是大罪 大罪 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清楚了 无罪 新月老又极低的价值 抢买出新月地产权 一旦不走 就像中学 这些你们怎么不想的家 胡说八道 血口喷人 我知道店从未听说如此时事 血口喷人 你等其他人都是瞎子吗 你们 谁看到新月楼抢买材料 又谁看到新月楼出手伤人了 没关系 放心大胆说 我能证明 周陪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你们新月楼抢买我们朱学院 新人弟子手中的课词材料 一切两个债 只给一页 我们的弟兄走 就被他打成了重伤无所谋乱 到现在还昏迷不及了 陆明就是阉辞在臭手将军 他能违反学校会订阅 小子 你吼得不胆子 我看你就是跟你们一伙的 居然帮着他一起围破松门 还欺骗之后 他们最大恶极 今日你就和陆明一起 总如可数 你帮我说的都是真实啊 老子 你看看除了你 还有谁帮陆明说话 是我 陆明 现在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乖乖束手就擒吧 执法店 什么狗屁执法店 我就是想对我动手 拿着出手吧 想让我束手就擒 不可能 我陆明 何惧一战 我陆明 何惧一战 陆明 要的就是这样 陆明 我可是五十九重 你和我之间 跨着好几重境界 你确定要与我一战 黄石 你们先退后 行 走 五十九重又如何 出招吧 我估计他 人呢 怎么没人呢 陆明师兄呢 我怎么看不见他 陆明师兄太厉害了 快了 你们看见没有 这对手根本伤不到他 战斗中团新 你已经败了 我去 到你了 陆明师兄 到你了 陆明 你疯了 挑战他 怎么一样 他可是第一高手 听说端木云阳是五十镜九重电风 一直压制着修为才没有突破大火之间 陆明师兄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呀 陆明师兄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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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相比 你相差太远了 要战便战 束手就擒 不可能 只是七天首席 放花出的维尔就这么一震天寒地了 还真是神不可责 不要啊 不要啊 不 不 陆平 陆平 你没事吧陆平 难道这就是血缘剑牌的超级要你的真正实力吗 你自己拼了 哎呀 陆平 你不是很嚣张吗 站不起来了 难怪罗瑶不要你 你和我们灵绍相比 简直是与你一样 你很狂 但是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狂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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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欺负我终俊运的地方 你 你 打的好打的好打死他给我们的打的打他太解气了 你没事吧 你 你没事 不过你要是再晚点就不一样了 你还想要 这一次 我又欠你一个人请 关木槽 好得狠 敢欺负我朱雀韵 敢欺负我木兰的人 木兰长老 今日我吃饭了他秉公吃饭 而他鲁明 无故打上众多信仰的弟子 人归肆意妄为 然后呢 他丧心跟光 而且俱谱还打上了 直马上的弟子 这种罗续 乌鲁不可断缠成 木兰长老 你身为朱雀医院的长老 总不能包庇他吧 总不能包庇他 我告诉你 胡说八道 颠倒黑板 分明是你们新院楼 墙埋打人在先 陆明师兄替我们 你们主持公道 对 陆明事件根本没错 没错 根本没有违法门规 你们看好端木家做的 好得好 你 我现在告诉你 陆明打了谁我不管 我说他无罪 他不就我不管 木兰长老 你身为初居院长老 要是野院长的外孙女 总不能仗势欺人吧 我就是仗势欺人 一个女侧 在主张提到这话 既然如此 我会如实并告知法他们长老 告辞 那叫 谁说你能走 那叫 谁说你能走 那你长老还有何吩咐 你打伤了陆明 不赔个一两百万的医药费 这什么真是 木兰长老 陆明打伤众多新月老的弟子 我还没找他要医药物 打伤他们了 那是他们活该啊 你 得务云阳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赔医药费 今天露营 想起什么 我就把你打成什么 听说是端木家的面 一样不好使 满 我竟是周居院长老 才对你多有礼仰 你别赢我们端木家不含你 端木阴阳 今天是我记不如人 今天之后 这是宗门的私人大品 到时候 我会堂堂正正地击败你 我们 心长就长一起算 陆明不可 这什么 陆明 别说你现在只是 吃吃的五十五重 就怕你是五十九 我给你七个月 你倒不是我的女生 不 怎么 罢了呀 你也可以不认证 好 到时候就你 一个灰的状态 我就太死了 端木云阳 你死定了 此乃密法炼制的聚灵丹 可短时间内 大幅提升你的修为 进入极限修为状态 等我闭关结束 必然有巨大的徒 而且我还有一场地盘 到时候陆明 就等着被拈死吧 这么重的伤 要是在外界起码要小半年才能够 还好我有真理真觉这种神奇功法 配合至尊神殿的三十倍的时间流速 居然一天就修不完那瘦伤的身体 距离死员大离只有六天 喝三尘神殿的时间也只有半年而已 我一定要抓紧时间 变成钢口枪决 枪外出击之王 尽可攻击退回手 配合我手中这本钢口枪决 能够将枪决中小弱线的大 钢口枪决 属于我手线枪决 一共为六招 火 山峰 山峰 成了 我练成了 我终于领悟了刚火枪决的火之士 如今 我的修卫电达到 我是进了九重后期 要是再见的段落不一样 我一定可以替天行道 淡淡地照样 木兰长老 修卫到什么境界了 五十九重 精进居然如此之快 你还真是个小怪物 想到初见你时 你还只是一个需要我庇佑的傻小子 现在已经长成为可以保护同盟的人了 若不是有木兰长老当初的帮助 我鲁蜜也不会有今天 我们今天来找你 其实还有别的事 这次寺院大笔 第一名除了个人奖励之外 还能拿到一名东夷蜜镜的蜜药 这个蜜镜十年才开一次 大武士进阶以下的人才能进入 但凡活着走出这个蜜镜的人 无一步遇到了大的剧院 而且还都过了大武士进阶 原来如此 木兰长老放心 这次对阵端木云一样 我一定能拿到第一名 真这么有信心 当然 我要是拿到第一名 我什么奖励啊 奖励 什么奖励啊 什么样的奖励 都能被满足吗 什么样的奖励 都能被满足吗 你拿到第一名再说吧 你拿到第一名再说吧 快来这儿吧 快来 快来 你感觉怎么样 有所精进 十难就稳了 那可真是太好了 如果能赢了端木云赢 也算是为咱们朱雀院修理 好好出这口恶气 也让其他随便看看 咱们朱雀院不是好欺负 对 在你闭关的时候 和麒麟院的小姑娘私处 再打听你的消息 今天还给我了一封信 我说兄弟你可真是桃花也太好了 不仅风舞 连木兰长老都对你青睐有加 现在又来个麒麟院的小姑娘 你真是羡慕死我 秋月约我在寺院大碟之前见个面 明天就是寺院大碟了 我得赶快去一趟 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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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不见 你怎么收了这么多呀 都是秋月不好 辜负了夫人的嘱托 说什么傻话呢 秋月 这段时间还好吗 嗯 秋月 这段时间秋月很想你 你 有没有 你秋月这么可爱 当然也想你了 真的 秋月不要夸我 少爷什么时候宽过你啊 少爷 嗯 我听说了 你要参加寺院大碟的事 端木家肯定会在这个时候 想方设法地除掉你 太危险了 你能不能 嗯 我不仅要堂堂正正的 几本端木一样 才要找到我去东宁面前的钥匙 突破大国世界 因为只有这样 我才能早日救出我的人 老爷还活着 他被囚禁在十方简牌 我一定要去救他 那月儿跟你一起去 月儿 你的血脉觉醒了吗 少爷你看 这寒意 难道是寒冰血脉 不行 还是八级血脉啊 还是八级血脉 可是诗天说我血脉特殊 需要达到大五十四重以上 才能出去立连 你觉醒的 可是万里无一的元素类血脉 而且还是八级血脉 你要知道 像端木林这样的绝世天才 也才只有七级血脉而已 你的天赋极佳 对于那些星术不振的人来说 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也难怪 情灵院的弟子都这么神秘 那都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 让你们免受恶人的禁语 这是好事 不能跟在少爷身边 算什么好事 秋月 你一定要听师尊的话 都是为了你好 放心吧 少爷 我一定会好好加油的 嗯 我们一起努力 等到了大五十之后 少爷就带你闯荡天下 真的 少爷 少爷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我先回去了 再不走来不及了 这小丫头 一段时间不见 胆子大事到我不是吗 只可惜秋月无法见证明日的比赛了 不过 我和端木云阳之间的恩怨 也该做个连断了 好 帮我和兵庐 狱儿啊 孤芬那小子 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够出行屉择不过家啊 爹儿 你放心吧 这一次的寺院大笔 陆明他死定了 你们都准备好了 这位是林哥哥的堂弟端木云娘 他可是亲同把堂民帝移走 上一次他就把陆明打个半死 这一次一定能要了他的狗命 真不行 你们的计划被我这个当事人听到了 听见又如何 陆明今 你败居一定 童妖 你还真是不这样干 当初你欺我和我 没想到我会有青铁门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和我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你肖小陆明 却你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 待会云阳还能省你个体面的全尸 鹿死谁手 尤为能处 陆明你今天死到临头了 他还敢扣除狂言 看来一声迫不提的在这儿死 我想做的事情有很多 可偏偏没有这一件 陆明熊陆瑶 世上若无英国陆明 那便由我 亲生成功 你再马上就要开始了 陆明 你还是省省力气 可躺求饶吧 你 这个人是你 我说你最近刚刚夺得了仙人王的城堡 这年纪轻轻就如此作为 真是恭喜啊 多谢陈无师兄 速经 四月大笔现在开始 第一场朱雀苑对阵玄武苑 同门切磋点到为止 惹到云阳大哥就是你小子吧 看来第一场 我就要代劳替他 清理掉你这个祸害 没想到专门家的走狗 真多了 一个年青铜宝刚没进来废墓 还敢还醉 一会儿我就打到你一点点的大残 然后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 生不熟死 没想到陆铭这么快的都过了境界 这次我都被太恐怖了 陆铭 这小子就是朱学院声明确起的新人王 我看也不过如此 看来今年寺院大笔的魁首 多半又是我白虎羊 白魔破军 话比说得太早 没想到你一个废物啊 竟然还有两下子 那我就让你看看 我青铜宝第四的真正实力 谷火 毒 那什么剑 怎么突然开始用枪了 难道他又练了新的枪法 虽然的零星吹法一大大成 虽然是玄机战机 但是战机的威力 看你定解 你怕是很难过 十元之一关的 我用这点心的枪 正所谓 运魂 拧刀 一辈子强 他短短几日 怎么可能练就枪花 我看他的枪花 分明一点真情能力 反战 怒命 我的冥甲 你破不了 是吗 钢火枪决 破甲 怎么可能 这小子 全医生不想的修炼的低级功法 也不知道 到时候我会要什么奖励呢 木兰师姐 你说什么奖励啊 没什么 怎么可能 续续低级战机就小心我 还差得远了 血脉爆发 小花水 我要不承拒 这拥是有预争的 和你 那拥 宿光队能让他的力量提升一大几 加上他的右击血脉膀胀 最终对你败不是金钱 那陆明不是危险了 我相信他 想不到这个陆明连第一场都通过 真是可惜呀 陆明 你输了 不 是你输了 是你输了 陆明的血脉和几次重新生长 而且还升级了 这 报灭 出却院 陆明胜 我们有啊有啊有啊 爹 放心吧 待会陆明肯定会被端木迷洋打败 陆明 广书 朱雀院 陆明胜 吸 出却院 陆明胜 战 肯虎院 椛木云阳盛 这巷子的战盟竟然达到如此静地 难道 他一直在隐藏实力 刚入门的时候 血脉十个年纪 现在定义上的死 真是一个奇才啊 别难用着 你好福气 那么快军 我就说你也得以得太早 这门你是在开玩笑吧 众所周知 血脉的等级可是固定 朱雀燃露明胜 白虎燃 端木云阳 对阵青龙苑 尘虎 加油 加油 青龙苑的废物 现在就跪下认输吧 还没比试 且有不驾而详之举 放心 一招就能击败 我让你认清楚自己 能登上青龙榜的地方 只不过是巧幸而已 是 任何一个人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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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死 你居然敢当我找我 这是你自寻死路 早就能忍受了 现在怎么样 得打成像一条狗一样了吧 哈哈哈哈 东宝银 是可杀不可辱 不要太过分了 就他这边站里非要自取其辱 龙铭 这待会儿就是你的下场 哈哈哈哈 认输 或者死 选一个吧 我认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白虎院端木云阳胜 最后一场白虎院端木云阳 对阵朱雀院露铭 哈哈哈哈 鲁铭 上白受死 哈哈哈哈 上一次的招 是该好好算算 哈哈哈哈 笑死我 别忘了是谁 七天间被你一张打成废狗 别以为赢了十元那个废狗 就有资格在我面前恐惧 今天就让你看看心中 第一的实力 哼 原来老弟 一会儿如果云阳下手太重 不小心伤到了你的几年难出的人才 你可不要怪他呀 哈哈哈哈 这端木家族人可真可恶 只会成口舍之 也许 bapt 开车 怎么可能 把这在一起听 陆明怎么可能从五十五重 成长到五十九重的旋转 烈死 高火枪决 碎解啊 这就是青春暴低的势力 血魂大阵 是血魂大阵 您看来凶多吉少了 这是灯明亮的秘书 他不只是想赢过路 他想赢倦武坑杀陆明 灯明亮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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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了不算 你亲口说出认诸才算 我认识 我认识 这个血魂大阵 没错经歇数 能吞噬以血灵力和生机 你是不是很疼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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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出国 却偏要送上门来 我认识 我体内的血脉等级 又有隐秘突破的迹象 我认识 我认识 你是不是很疼 我认识 你是不是很疼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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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很疼 这 这怎么可能 一定要提弹在五十境 就被通略了多少大五十不能领悟的事了 光是这逃天的凶意 就让我瑟瑟发走啊 看来这路民是凶多鸡手啊 我搞腻蛇 你说他没事干嘛要帮我东木家族啊 哈哈哈哈 一槍 你说他没静止 这是钢密营养的杀招 血龙鞭法最高层次的斩补 我们为了血之室的钢密营养 光这证就能匹立大武士境界的武者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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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之室 火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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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你问了火之室 端木云阳毕竟是武士境界纪律多年的天才 能够领悟血之室 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陆鸣 甚至连枪都是刚刚学会 也能够领悦其中的室 独死的妖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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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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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会输给你这样的废物 走 你与张德 是端木家的语言吗 你能达到现在的世界 也是因为端木家的语言 你这一生中 从来没有取得 属于自己的语言 你有端木家的语言 还不是为我采费想象 成为我的手下败将 张德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今日一般 你永远都会受到对手 而且 你也配着我的对手 敢敢当着我的面 害死我端木家弟子 受死 他 可 可 快允 你想干什么 这个小杂种 他故意害羽阳心境 毁了他的无道之路 齐心可住 该杀 几句话就毁了端末营严的心境 可见他的道本来就毁了 有何也能继续消灭 大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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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来之下 受伤在所难免 端末营严 端末营严 你还不怕阿培伦把端末营严送下去的医生 至于怒鸣你 此时你也有错 你虽然不是白虎院的弟子 但端末营严毕竟是你的长妃 说话 不可能死满庄的那个 是 这就是必要 端末营严 我把密钥交给你 由此密钥 你便可 进入东里民主殿 切记 此行注意安全 大家都散了吧 露鸣 你别以为掌門会一直护着你 此次 害我端木天才寅 此臣 我端木家 配角百倍套壞 葛军 你要不要脸 我先是对一个晚辈出手 我现在当种威胁 真当我整个朱全院院长死亡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一直为我朱全院的弟子 我便保护他一日 木兰长老 我赢了 那之前说的奖励 是不是可以随便提了呀 不明你 想什么呢 年纪不大 静小秀我 这可就是你误会我了 木兰长老 我只是在想 到底该讨些什么样的奖励 这不是之前咱们就商量好的吗 木兰师姐 获胜者不是会获得门派给的奖励吗 你还有个人奖励给陆明 哎呀 你们别胡闹 陆明 这次第五第一名 可以获得门派贡献点五万点 以你的修为足可以挥霍一段时间了 我知道你修炼很快 但是短期内还是不要突破大武士境界 因为东移密境 不太能承载太大的力量情绪 嗯 那我先去一趟光线店 告辞了 战龙真觉第三层所需的暗血时 银血果都买到了 唯多插了一枚眼睛草 得想办法去东移密里之前找到才行 这就是一段前面的陆明师兄吗 想不到这么帅 哎 快快快快 你说陆明师兄和木兰长老之间 会是真的吧 不会吧 你找到你需要的材料了吗 木兰师姐 你来这做什么 太巧路过子弟 刚好有事跟你说 有什么事情 许愿木兰长老亲自来啊 难不成木兰长老 真像传闻中说的那样 可很有意思吧 你 你需要胡言 我是真的有至关荣耀的事情跟你说 东移密境密保众多 一直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东移密境的归属地也一直不明确 近年来分争不断 你此次去密境 应该会遇到其他门派的人 自己一定要多加小心 不知是否会遇到十方键盘之人 正好打探一下父亲的下落 陆明 陆明 请共 Por ici 首尺 顶尖 盯金槽 何止是有用啊 多谢女子 美 пришπ 这战盟珍觉第三层果然强大 真气雄厚凝联度 竟然堪定 普通真气的四倍 马上看看第三层 会有什么宝 苦断绝 这第三层 怎么竟然只有一本秘籍 一层比一层空盟啊 等等 这竟然是天极防御性武器 如果能修炼成这门武器 下次遇到高手 就不用爆发血脉之灵 一个扛了 这是天助我眼 你们就送到这儿吧 我该走了 少爷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早日回来 修园一定会早日突破大雾十四丑 以后陪少爷一起订练 女儿怪 修理啊 一定要循序见解 不可心机 否则啊 可是要走火入魔洞 知道了 知道了 我 陆明 在秘境中自己多保重 文兰姐 我该走了 陆明 这万一太锋芒密露 让我赏文端家 今日 必然是如此 看来有人结足先灯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竟然有人比我更早进入到这里 好啊 藏头露尾的守卫 赶紧交出两本地级攻法 我还能饶你不死 我们东一族在秘境 有仙族屁股 别以为你是大门大派的高手 就能横行无际 你 你 走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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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要先解决掉 好啊 要来一个丧死的 你们东夷族人都这么自信吗 为什么救我 你看起来不像是东夷族人 而且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等我们联手杀了他 在平坤这里的保护 好大的口气 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 追尽 远龙圈 不好 难道是东夷族秘书 看来你答应了 别想太多了 欠你一个人情而已 从现在开始 我们两不相欠 秘籍和法宝 好 我们各凭本事 我们各凭本事 臭小子 你想打架是不是 我可不怕你 大剑魔招 你这是什么功法 居然完全看不出具体的修为 对方的修为境界 必然不弱于我 没想到 这么年轻的女生 竟然天赋如此之高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这里的法宝和秘籍 都是我的 你最好滚远一点 本小姐要是高兴的话 先许能分你个一心半点 不用 自己动手 丰衣阻尸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你这个小偷 秘境的宝藏 能折腾 而且要真说起来 你我都是小偷 谁我比谁干净呀 这些东西都是我先盯上的 那就是我的 如果你想抢的话 那你就死在这里 你还真是蛮 是个小魔女 你才是小魔女 东西秘境 东西秘境 乃是东西老祖 留给东西后卫的试炼之地 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 满口的人意道德 每次秘境开启的时候 你们借着试炼的目的 其实就是行盗窃之事 好 既然我们得不到秘宝 那你们也休想得到 不好 这里要插了 不好 这里要插了 一剑阵法被摧毁 外面的人进不来 我们暂时也出不去 暂时嘛 别人在这里可能是个死局 但是本小姐知晓天下秘闻 这些这武师进进的秘境 怎么控得住啊 这个阻地除了一个正常的大阵之外 还有一个传送阵 一个月之后 能量充足就能被传送出去 好 一个月 倒也是个逼关修炼的好机会 你干什么 你看我干什么 你抢了我的东西 难道还要抢人不成 我对小女人没有兴趣 你找死 射魂 射魂 再打下去 我们都别上进去了 这有秘籍和魂兽 还有宝物和美女 就算是出不去 也无所谓 你这个小人 真实诈 你竭技轻轻 修位就这么高 背后肯定有大系列的知识 也不差这一个半个的魂设法 射魂是受魂 都异常艰难 更何况 正是高宠的受魂 你不怕报喜而亡吗 我赌我不会 这段时间 我要前行修炼 出这之后 有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想拼个 鱼丝网破的话 我也可以奉陪到底 不过 你看起来不傻 应该不会做这么蠢的决 本小姐可不能吃亏 你想好好修炼许语 那你可要 坚守本心 这个魂设 身前起码有大卧室五重的境界 刚携手 便隐隐有了突破了迹象 看来 此番修炼完成 我起码能有大卧室三重的境界了 卢妖 你所倚仗的段落零 马上要被我所超越 卢妍 布林已经死了 什么 布林死了 清早我传来消息 现在已经把海域崩塌了 布林明母找出来 这就没半个月了 依旧没有他的消息 我爸已经击骨无存了 哈哈哈哈 好啊 死得好啊 来 别伤 别 别信了 下去吧 哈哈 布林死了 这两群都毁了 巡逗大碗呢 干录家 你 因为你 兵器 我们每年收获的金银财宝 我绝不私藏 我说不上 放不上 怎么样 端木耐人 好吧 我们 过几天就 多谢端木耐人 什么 要你死了 你是不是听错了呀 我没听错 长老这个 我 死了 你死 可是他还没有教我剑法呢 不敢呢 我不相信在位子 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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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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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教育 等到了大武器之后 上一队 冲到原先 你们可不得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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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作火入魔 月儿 临近 临身 临身 少爷是不是出事了 现在 消息不知道是否属实 只听说 莫名进入东营历境之后 年纪就发生了灯灯 你现在需要静养 你现在需要静养 速战速决 不留花口 陆英雄 你这个畜生 安家仇报 实际上 让我做家族 我都抵抢鸟 呸 你这个畜生 安家仇报 去 安家仇报 傅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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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平啊 现在陆家 已经是强谱之魔 现在 华家主席 你叫做 并且跪下 给我们克斯坦的小偷 陈良当时 是你们做错了 我就在你们死的时候 给你们 给你们个前世 你做梦 你小小 你怎么派你 傅男 傅男 你还在这儿强扯 你丈夫已经死了 你那个小大众儿子 怒鸣 也死了 现在 你已经没有依靠了 夫人 夫人 你胡说 我还录名 绝不会死 我胡说 我告诉你 他已经死了 不能再死了 跟我斗的人 都得死 夫人 夫人 丽萍 你看看 这面容空黄 身材臃肿 简直就是个老妈子 我听说 你们府有一个丫鬟 叫邱玉 长得十分的漂亮 哎 你要不把他叫出来 给我 服侍服侍 如果我开心了 说不定 等会儿 你人死的时候 我能给你们个痛快 走 别臭疼了 求求你放过我吧 求求你了 你都得了 滚 好 你出事 你 啊 你走开 撤手 走开 走开 啊 走 陆一兄 你这个畜生 老爷带你不保啊 别推 你撤 陆一兄 陆一兄 你出事 陆一兄 撤手 抓住手 陆一兄 你这暗事刚刚开始 陆一兄 那些找家人的时候 那些人哪 将会像他一样 就认识 这些呀 都是外人的所信 哎 哈哈哈 哎对了 哎 你们服那个丫鬟 啊 叫秋月 是吧 哎呀 长得那么漂亮 就应该服侍主的嘛 从今往后 好看 就是我们家的主人 哎呀 打动 长头 快 快 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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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 啊 你们个兔子 不来 穿梭这能量一满 终于可以出去了 后会有期啊 小魔女 哼 我可是希望后悔无期 你这个痛我受魂的小偷 很久没回家看看了 魔女要是知道 我在这么短时间 提升到大五十二床 一定也会非常骄傲 尼尔 尼尔 什么人 冲母 小偷 小偷 你没事 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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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小偷 是大长老 他回来了 他带了很多高手 要霸占陆家 有几个核心长老都被杀了 还有陆家的其他分子 都已经投靠大长老了 哈哈哈 那我娘呢 我娘怎么样了 婚人的 已经被抓住两天了 哭吗 哈哈哈 你傻子 你傻子 傻子 啊 这人家的 你们吃饭了 出事了 怎么回事 丽萍 家主之一 家不家主来 最好 让开 住手 不敢欺辱我娘 找死 老明 你还没死 今天端木家 大家族三家 端木齐三 你能拿我怎么样 你要是石下的话 交头家属这门 我也想 跟我和三个兄弟 否则的话 下来 我叫弄死他 娘 石下的就交给你了 大哥 他在干什么 弄死他 欺负我娘 我要你们血债血偿 啊 聂处 你还真够顽强啊 一记坍塌竟然能活着出来 短短数月 你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大五十二成了 可还不止这些 所有如我陆家者 不问高低 都给我付出代价 陆铭 即便你提升到了大五十二成的境界 你可别忘了 你可别忘了 大五十公法 每一重都是天差之别 而我 可是大五十三重 已经有二十年的新闻了 你凭什么和我斗 就凭你一个人吗 啊 还是凭着这个半死不辣活的老太婆呢 啊 你睁开眼睛瞧瞧 他们现在像狗一样 跪在地上求我呢 哈哈哈哈 告诉我 凭什么 就凭我是陆家的家传 陆铭 这巴掌不是被伤害我母亲 这巴掌 是从我的借口 什么 护士 把我接受 护士们进防护空袤 怎么可能 放眼整个烈士地区 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刘明 都是你逼我的 竟然消耗精血 来短暂提升自己的修复 你这老东西还真是顽固啊 算是我绝了我要行刑之路 今天我也要杀了你 明 还愣着干嘛赶紧过来联手杀了他 哈哈 明快走 明 大五十三重内力敌果然很不够 不明 今日我定上你命赏于此 受权能力厮守 但今天 我一定要让所有人血债血涨 没想到这么快 我这次派成用场了 快 今天 所有人都得死 放屁 他怎么这么厉害 陆云雄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你上 强行吞噬魂雄 不止消耗内力军 有些粉丝也很愿准 但现在 除了用战胜真诀 洗手端木槿急需 强行吐不坏 我已经别用血债 如果让陆云雄 逃到老海红院 就麻烦了 大五十三重 血脉 也就是到巅峰六起 啊 三祖 替我照顾好我娘 是 家中 明耀 你一定要小心啊 陆云雄 其实你必死 终于到了 不要 你很想杀我 他妈做梦 陆云雄 不管你逃到哪儿 今天 王毕杀你 陆云雄 不是陆云雄的声音啊 是 陆云雄还活着 不能去告诉他们 女婿 女婿 救我 来月 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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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畜生 还杀了女婿 还杀了女婿 家的弟兄们 如今带过来 又是要治我于死地 你快救我 快救我呀 陆云 你为何要做到如此地步 陆云雄要杀了陆家老小 还要杀了端木家的 无辜族人是吗 无辜 这么欺人 叛逆 暴根无几 审讯之半死 还杀了陆家这么多 无辜的老小 这叫无辜 这叫无辜 女婿 敢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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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云啊 你做了一个十分愚蠢的选择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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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救助我 别怪我 如果不是我基于闭关修炼 也不可能让你这个废物 活到现在 我端木上罢了多少数 我会放存在你的手上 如果我可以杀你 就拦截我的心头之痕 你现在 还敢当着我的面 杀了我的岳父大人 今日 就算是天荣下满 也救不了你 这是我必分过日 凌雾出的雷之士第二筹 能够死在此刀之下 你应该觉得荣幸才是 时候到了 雷 怎么可能 我这是第三种 什么 木铃居然碾压了第一超级天才 端木铃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血脉爆发 我承认你很强 但是没有用 我承认你很强 这是他 我是四处 怎么可能会流到 活着身体三筹 就不可能 没有人 可以比我还要天才 我才是薛月剑派第一的天才 我准备 以后 你再给我一些时间 我还有一天能狠狠的把他踩在脚下 相信我 你 你也快死了 这把炫耐奉献给我吧 我真的最爱我 是 我扮设阿 这把重心都帮你 Ari 那把孤主 Mission 都冒不变 そうですね 越来越的 然后将追 喂 在買了 Rogue 你说写气 不是 有两条你和端木林的绝世选择 现在还能赢得了我吗 路遥 你还是如此恶毒 恶毒 我不恶毒怎么变强 你们一个一个说爱我 却都不愿意为我牺牲 我把你们的血脉放到我的身体 你是正好跟我的身体融为一体了吗 还有你 是你害我失去家主之位 害我被逐出路家 我害了你 是你欺骗了我 夺走了我的血脉 是你害我失去了家主之位 被赶出路家 我回来 你欺骗了我 利用了我 用卑劣的手段 夺走了我的血脉 我只是想过得好 有错吗 那就要踩在别人的血肉之上吗 自从我进入到学院阵盘 你联合端木家族 每次想将我折死你 这些都是你的咎由自取 咎由自取 听你口气 好像你现在赢了两五十 永远都不可能 现在我才是最强的 在你 我不尽药里的秘 我还要杀了你的母亲 和你的仆人 把他们全部卖到妓院里 让他们成为最下奸的病女 我要让你们 都不得好死 路遥吞噬到端木林的血脉之后 秀卫在飞速地上 看来这真的是邪数 追念 鲁明 你永远是我的手下败将 我早就说过 你永生永世都会被我踩在脚下 路遥 你难道忘了 我至今还没爆发过血脉 路遥 我今天的天赋 修行罗上所有的力气 都是待你当初所赐 我多病的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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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修为 我的修为 我的力 我的力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避开了你的致命度 只是祭祀了你的单子 你失去了所有 引以为奥的东西 不要 你已经一无所有 你可以绝望地看着 每一个不属于你的日生 和日落 我的修为 你去死了 你去死了 我的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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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的修为 你们修当 今天 直接说 我 你 algumas 陆柯哥 陆明 你没死 掌门 陆明 你为何对同门师兄 下似多伤 是端木家 勾结我陆家的叛徒 想要杀害我母亲 霸掌陆家的家产 我身为陆家的当家 岂能做什么 再说 我只是废掉了她的修为 杀害她 是陆柯 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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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女 月儿 何事如此观察 有钥匙相报 有钥匙相报 端木破军出卖了悬原剑派 带着端木家投靠了十方剑派 本来 带上掌门的消息属实 陆明 弟子三 你今日 也算是为悬原剑派 清除了一档 奖励你六万个贡献点 你日后一定要勤家修炼 切莫浪费了你的绝世天赋 弟子明白 还有 端木家和十方剑派 日后一定会针对你 你务必要尽快地提升修炼 彼此紧急 脑袋 这位 一起完成我们的约定好不好 嗯 我就要走了 有什么话要跟我说的吗 此次你强行吞噬浑兽 对身体的危害非常大 此后在外 切勿如此逞强 还有别的话吗 我知道你想对付十方剑派救出你父亲 但我又变得更强 才能达成此事 这一路非常艰险 有事的话记得回来 这些都是穆兰长老跟我说的话 那你呢 穆兰姐姐 穆兰 我说你能不能传奇 对我说我们得分开 我说我们通过不得放钗 你能不能犯上 我说你能不能困难 因为你能不能松开 你能不能松开 你能不能松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这